Tesla線圈的另外一個Application 大家想不想知道怎麼做出來呢?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你們好 我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叫卡洛斯 由於我教書 很多同學、家長都叫我做卡洛sir 我教什麼呢? 我教音樂和科技 所以很多老師和同工都來問我 究竟STEM應該怎樣教的呢? 由今期開始 我嘗試一下 將一些我以前在教設計科技 學到的技巧 一些應用的技巧 就試一下present出來 當然我們教STEM 就不是教同學去做圖件 不過由一些圖件 可以學習到很多理論和製作 你可以做完這個圖件 將它改良 再變成一個STEM project 講到STEM教學 離不開電子線路的製作 做到電子線路 大家一定有些工具 必需要的 例如辣雞 辣雞座 我這個是比較簡單的 又便宜又正又靚 一套 有辣雞座 還有清潔辣雞頭的海綿 另外一個剪鉗 不能少了 零件方面 零件方面 先看電源座 好了 講了這麼久 這個東西究竟是什麼 應用呢 其實跟音樂都有些關係 你看到 有一個音頻輸入口 其實這個是 德斯拉線券 很有趣的運用 原來 弄好這個 德斯拉線券的套件之後 它是可以用來播音樂的 這個 它是可以用來播音樂的 這個 即使這些 整體管 有金屬片 即是說它會發熱的 所以你要跟它散熱 不止一些散熱膏 還有要貼一張 因為這裡 低了一點 就要貼一個散熱的片 那散熱感不夠的 你一定要把熱 散到空氣之中 那我們就會加一個散熱器 而散熱器上高 有風扇就更好 接著有一部 挺重要的一部 套件要求 將一塊這樣的 板仔安裝在這裡 你不要小看這塊板仔 因為板仔有圓機 因為 你留心點看 這個位置有一個焊盤 這個焊盤連接了 另外一個焊盤 這裡也有 另外一個焊盤 這兩個焊盤 必須要安裝在 線路板的右手邊 因為很明顯 這裡是要 連接初級線圈 接著就要來做 初級線圈 初級線圈 用什麼做呢 用這麼粗的漆皮 刮走 漆油就可以了 刮完之後 你會怎樣呢 刮完之後 它就會露出些銅 你會發覺 比較金色一點 它這四個支撐 支撐的摺點 這樣看了在這個位置 很穩陣 所以 這個初級線圈 可以很穩陣地 支撐著 我們現在看這個 初級線圈的其中一個摺點 完成了初級線圈 下一步就是次級線圈 你買套件 次級線圈當然做好給你 這個就是了 這個真的不是開玩笑 我看一下 一千轉都應該有 兩邊都刮走七筆之後 就要經過一顆螺絲 經過一塊膠片 先上去一個銅柱 兩邊都是這樣做 說起做手作的東西 不能少得它 因為液溶膠真的萬能 我們把液溶膠 放在螺絲的位置 黏住它 至於為什麼要用到液溶膠呢 原因就是 之後要扭一顆 兩邊都是螺絲 現在到最後是這樣的 來到最後一步 就是把這個 次級線圈扭進去 好 先做最簡單的一款 最簡單的一款 就是把一顆銅釘 放在一個銅柱上高 這款由於只有一個尖端 在頂上 放電的時候 只會在尖端有一些火花出來 自然這個尖端 就是要扭到螺絲頂上 來到這裡 整個作品應該完成了 第一步 就把24W電源接進去 不要開啟了 第二如果要試聲音 就要接上一個音頻的輸出 現在我們關了燈 就看到那個光滑很清楚了 好 現在試播音樂 關燈 猜不到 一個Tesla 線圈 可以用來播音樂 好 另一個玩法 超簡單 就是把一條0.1度的測器線 放在一個銅柱上 再扭進去 我們現在先關燈 先關燈 那便會有一個電弧出現 至於第三個 我認為最好玩的 就是這個尼茲風車 它真的在轉轉 0.35度的測器線 做出來的 扭成的一個風車 不得不注意的就是 整件東西 現在的散熱器 都非常熱 甚至這個線圈都非常熱 所以關燈的時候 要小心點